接下来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Webbit它教育版的 那么因为这块板子 其实WebDuno花很多心力在教育版这一块 事实上它以前也有一个跟Smart比较接近的界面 但是后来那个就弃用了 因为这样使用起来 因为那个技术上还是不一样 所以他们后来就独立做的 那么我们的Webbit有两种使用方式 一个就是纯粹透过网页的 另外呢它也有提供就是电脑端的软体 不过电脑端软体其实老实讲 它现在的内容应该是相对比较少 反而是网页上的内容会比较多 所以我比较鼓励大家用第一个 来我们先请大家把这个画面先打开好了 好吧 你可以先把我们这个画面先打开 这个在简报的33页 好我把这个网址也顺便复制给大家一下 那你必须要先登录注册账号哦 那最简单的方式各位就是直接用Google账号登录就好的 好如果你已经打开了 再麻烦你帮我按个3 好吧 麻烦你帮我按个3 我就知道你完成啰 这个动作应该还蛮快的 哈哈 就登录一下就好了 进来之后应该会像这样子 好等大家一下啰 如果你已经完成了帮我按个3 那如果你简报档案还没看到的 我们的简报档案在这边 你可以在浏览器的网址上面 先打上这个网址 你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简报里面来啰 好看起来大家应该都差不多完成了哈 OK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一下啰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这两个版本的一点点差异 虽然我现在两个版本其实都还是可以下都可以用 好但是呢我都比较鼓励大家就用云端版的 他只有插在最后这个功能而已 也就是说其实你用云端版 你可以使用你的网路摄影机 你可以用网路上的云辨识 好这些功能 也可以用云端部署啦 网页预览 甚至呢他现在也可以更新他的韧体 这些通通都在什么 云端版就可以做到 而且现在很方便 而且他现在的扩充功能还比之前旧的版本更多 因为安装版算是旧的功能 他只有这个没有办法直接帮你把device ID放进去 但是在电脑版本上他可以 好所以这个是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他两个版本的不同 好那当然现在呢他也有所谓的云端部署 也就是说你可以不用自己开电脑 只要你确定板子有连线 他就可以把这个程式呢放在哪里 webduno的server上去执行 不过我比较不好意思哦 这个要玩真的才行 哈哈哈哈 好云端部署你必须要真的有开发版才行 玩假的 你会不得其门而入好吗 玩假的他告诉你 请先交钱 OK好你看在这边你就会看到有这样的云端部署 那他目前免费的是六个小时 也就是说你在上面让你运行六个小时 那如果你想要运行24小时不打烊的 这个呢就是属于他的付费功能 你可以到他的网站上去买他的兑换 一年好像是300块吧 100块来300块我忘记了 就是三个专案这样子 好这就看你的需求了 好OK那我们呢就请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他的程式积木还有他的货充功能 那首先程式积木的部分 你们刚进去之后啊 你应该很明显看到他的左手边这里 有没有 左手边这边 Webbit啊这一块做的比较好 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他的颜色 我们从积木的颜色就可以判断 他是属于哪一个类别 因为以前的话虽然有做 但是没有做那么完整 所以有些时候你会发现 我还是找不到 比如说看到人家那个做的范例 他的积木是从哪一个目录来的 那么在Webbit这一块 你可以很清楚看到 你看这里是蓝色的 我去找蓝色的开发版 有没有在这边 所以这一块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他做的算是相对完整的 那再来就是他的所谓的扩充的功能 那这个部分啊 他有很多 而且你可以自己决定哪些功能你需要 你就把它点一下他就加入 有加入的就会变这样淡淡的 那还没有加入的就会变比较原本的那个透明度 好那你看哦最近又增加了这个 法兰斯积木 这个也是线上版的 好增加出来的 那我们这位法兰斯 其实他不只是在Webduno这个领域 他在Arduino那个领域也是很有名 然后他现在是这个凤山制造教育及科技中心的主任 这里呢有他的Facebook连结 所以呢如果你想要了解一下这一块他所开发的这些积木 你可能要到他Facebook用这些积木的名称去搜寻一下 就可以找到他的一些分享跟教学 那你一定会觉得蛮奇怪的 为什么突然多这个对不对 因为这位副仲仪老师呢 他已经比官方还认真 他的开发的积木比官方自己的还多 那而且呢可以适用到很多地方了 所以呢终于他们想清楚了 要把他的积木放进来 那他应该也同意授权了 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成果进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些其实都蛮实用的 我们今天应该有机会会用到他的一两个 来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 只是说比较可惜的是他上面这边你看不到教学 也就是说教学的文件 他就没有做那么完整 不是说他没有是他没有公开了 所以说可能就这个你也许去他的Facebook找一找 或者你如果有兴趣 有机会参加他的这个研习 他也有办很多 那你也可以再跟他要一下 好 有同学问到要怎么新增反而是老师的积木 哎这个不用啊 他预设进去就有了 你们能没有看到吗 那我们看一下 来在这边 你们进来之后在画面的左上角这里 有没有看到就有一个Falans 是积木 有没有注意到 很少人 很少这个软体会用 某一个人的名称 直接把他当做一个类别的 因为他开发真的很多了 而且他很认真 认真到官方不能不重视他 哎 你们的没有吗 怎么会只有我的有 难道我的比较特殊吗 都没有人有 怎么那么奇怪 我没有跟他比较好啊 来来先调查一下 先调查一下 如果没有 那我有个东西 有个范例我们就不能玩啊 还是你们开了之后就会有 没关系 来 有没有同学 所以你是有看到左上角这边有所谓的法兰斯的制定积木 六楼账号没有没有比较特别啊 他也没有给我 不一样的啊 哎 你看有人有啊 郑庭 对不对 郑庭有啊 哎 信心也有 所以应该不是我的问题啊 那我另外调查一下 请问你们用的是Google Chrome浏览器吗 原则上Webduno的话 我们要用所有功能 会比较建议大家用Google Chrome 好比较不建议用这个Firefox或Safari 好 你若用那个微软新的Edge也可以啦 因为他本身也是Chrome嘛 好所以 有些人有有些没有 好吧 这个我可能再稍微问看看一下好了 因为我是最近发现我的打开就有 所以想说应该大家也都有的 我就不用特别再去确认 OK 没关系 至少知道 这边有 那如果你要他官方的要去哪里找 请找上面这里 有没有一个叫做扩充 好 你就从这边打开 就会看到 我刚刚所提到的那些选择的功能 有没有 其实他里面的功能 赠送的还蛮多的 而且啊 你看哦 上面这一些 跟网路有关的 在Smart里面都是属于付费的 在这边通通都是免费的 所以真的差很多 在Smart的那边 你每年都要花一笔钱去买这些东西 现在在Bit这边都不用 所以你如果要 你就按一下 他就加入 好 那他 现在像我的都变淡淡的 就表示都已经加进来 所以你自己决定 你如果觉得 比如说有些东西我用不到 你就不需要特别把它打开 那你加入了之后 我怎么知道有还是没有 请看左下角这里 好 你可以看到我们左下角 会有一个叫做 扩充功能 有没有 在这边 这里 好 你把这个加号打开 你就会看到 刚刚你所 按下去 加入了 通通都会在这里 我现在是把全部都加进来了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有这么多 所以这个是 其实Webduno在这一块 他算是蛮大方的 因为 老实说这些功能 你在其他的 就是厂商那边要用那么多 还真的不大容易 OK 所以我们把这个界面 跟大家这样介绍之后 除了刚刚法兰斯积木以外 应该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吧 有没有同学 你简报还没找到的 好 我们简报档案在这边 我再放一下 如果你比较晚进来的 就麻烦你 再稍微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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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